如果主體回升上來 你會問我說 關鍵的製造來講 有哪個產業表現好一點 已經痛困了 那實際上最大關鍵是什麼 這個是表現非常好 從一個電力體質的用電 它逐漸逐漸回升上來 所以從第三季 789來看的話 它這個燈號 已經從比較差的藍燈 走向黃藍燈了 未來要不要走向綠燈 那最大關鍵來看的話 應該在 表現空間會比較好一點 最及時的市場趨勢 最專業的行情解讀 理財最前線全新企劃 幫您第一手掌握 最頂的網路理財節目 理財最前線 我們最重要的半導地產業 什麼時候見到曙光 越來越好的家機呢 當然說到了半導地產業 最重要還是要盯著 電力景氣指數看 台中院這個重要的指數 會告訴您 半導地產業什麼時候領先翻揚 而且看未來的機會跟期待 再次邀請到台中院的院長 吳在意 吳院長 院長你好 對韓 大家好 好院長問一下 昨天已經告訴大家 電力景氣指數到底是如何編算的 很重要哦 那請問如果我們細看到製造業如何掌握呢 市長我們上級看到是全國的 我們自己要看的製造業 那市場來看的話 電力的這方面的消費使用來看的話 絕大部分都在製造業 除了這製造業外來看的話 就百貨公司餐旅 這個是小部分的 那重點來看的話 整個製造業 我們怎麼透過它的電力的景氣指數 能夠抓到它的一個經濟的生產的 這方面的賣動的問題 那我們從這個相關的一幕 可以看得到呢 一幕的紅色的那一條的話 就叫電力景氣指數 那有關的這方面的藍色那一條的話 也是一個生產指數 那下面還有一個黃色的是一個出口接單 那觀念就是說 我們紅色的電力景指數在左的過程中 有沒有表現跟出口接單的話 一步一區 而且甚至來的比方還快 能夠再找到更快的一個點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才知道說經濟是不是高了 還是往下走到谷底 要回升上來 從最近這個點來看的話 我們2023年 就今年的第一季三月份 我們看到紅色的這個電力景 已經谷底了 已經回升上來了 但是你看到黃色那一條 一點點往上走而已 所以看得到我們目前 國內的出口接單 還是負的成長 還是黑的 但是關鍵是告訴怎麼樣 我們整個國內的製造業來看 如果我們看的話 也就縫底了 足底要回升上來 如果足底回升上來 你又問我 關鍵的製造來講 有哪個產業表現好一點 已經脫困了 那最大關鍵是什麼 光學 儀器的 電子產品的 這個是表現非常好 再來來看的話 逐漸上來是一個半導體 國內來講 都是指於電子產品業 電子產業 再看左邊那個來看的話 也看得到有個四個向線 1234代表是什麼 代表X軸是一個電力緊急指數 那個Y軸是什麼 出口接單 考慮兩個 一個是量的指數 一個是值的價格指數 量跟價的概念 也就是從這個過程中來看的話 我們考慮整個製造業 在量的電力使用來看的話 已經逐漸回升 往右再左了 但是那個Y軸 沒有往上走 還是平平的 從這個過程中來看的話 整個製造業 目前的出口接單 還不是很好 所以它的獲利 並沒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從這個過程中來看的話 我們從上面的 1到9月份的這個燈號 從過去可以看到到的 過去半年來 都是藍燈不好了 那你又講 上次講的經濟 第二季表現很好 那為什麼 因為第二季的經濟贊頭 來自於什麼 民間消費 民間消費 跟我們用電 沒什麼關係 人也沒有進去 人去照開 但是這個製造業來看的話 目前看得到 生產指數出口接單 都十幾個黑 所以從這個過程中來看的話 目前看得到了 我們從一個電力指數的用電 它逐漸逐漸回升上來 所以從這個第三季 7、8、9來看的話 它這個燈號 已經從比較差的藍燈 走向黃藍燈了 未來要不要走向綠燈 要看未來的一季 或者半年再做表現 那最大觀念來看的話 應該在明年的第一季 表現空間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左下方的那個 四個紅點點就是製造業 現在電力指數慢慢在做增加 對 是這個意思嗎 麻煩您再跟著 我們一塊看右邊那個圖 我現在才知道電力景氣指數 如此之重要 當製造業要上之前 可以說出口訂單 已經是領先指標了 電力景氣指數 能夠走在出口訂單之前 不相信 來院長請上來 你先看這邊 當電力指數 你先看在202110月份 電力景氣指數開始往下掉 出口訂單 過沒多久才從高點往下掉 有沒有領先 有 現在何嘗不是 剛剛呢 院長已經帶到了此刻 7年3月份 電力指數勾腳紅色的往上 但出口接單還走平 而後的出口接單就會是這樣 這才是我們在乎的嘛 關鍵就這樣子 OK OK 所以接下來的製造業跟半導體業 即將會出現了好轉跡向 你想哦 我如果沒有接到更多的單子 我怎麼可能用電量會增加呢 所以電力指數太重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半導體業的電力景氣指數表現 現在也領先翻揚了嗎 絕對是這樣子 哦 半導體的表現呢 領先於整個製造業 除了這個整個光電啊 而且相關的零組件的以外 所以整體上來看的話 在整個半導體來講的話呢 從這個最近的這個表現來看的話呢 你有關的這個電子產品的整體來看 出口接單還比它還落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紅色的來講的話 我比它領先幾個月 最近來看的話呢 我在1月份來的話 已經到谷底了 我已經回升上來了 但是你這個有關藍色的這方面的 出口接單呢 你慢慢還在這邊回轉 整體是表現不好的 但是呢 這個有關的這個半導體表現稍好一點 從2015年來看的話呢 我們看得到整個半導體的 整個相關的經濟的狀況了 表現都非常非常好 絕大部分來看的話呢 半導體裡面最大代表就是我們台積電 所以整個過程中來看的話 現在都落到這個地方來講 我特別要告訴整個全國的這個大眾 事實上來看的話呢 綠燈啊 只差一點點 所以在整個表現來看的話呢 整個半導體的表現啊 會領先於其他的這方面的製造業的 這些行業 所以未來整個製造業的翻轉的跡象啊 可能絕對是可以在下半的地這個看得到了 所以我們從整個有關的半導體的表現 在剛剛這個地方也是因為這樣看得到了 在整個有關的這方面的出口接單來看的話 再是一個Y Y軸還是這樣子 在X軸來看的話呢 整個用電來講的電力景氣之外 已經從這邊往上再右轉再左了 所以從這個過程中來看 你看得到了整個用電的這個狀況 已經回升上來了 所以呢 整個對整個國家來看的話 也是很大很大的貢獻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今年的第四季的經濟表現呢 絕對是今年的四季裡面表現最好的 而且經濟一定會超過一以上 明年的經濟當然絕對是一以上的 所以從整個過程中來看的話 不管是整個半導體製造業 還是整個全國的整個景氣的狀況來看的話呢 物理已經過了 慢慢慢慢要左向 慢慢去持平 然後慢慢回升上來 我們看一下右邊 剛剛院長特別帶到了 到底半導體電力景氣指數領先性有多強 我剛剛院長在說的時候 一直盯著這張圖看 然再畫一遍給您做點掌握 紅色的是電力景氣指數 藍色的是整體的電子產品出口訂單 然後綠色的是機體電路製造業生產指數 就是半導體 你知道它的相互順序嗎 看起來了就好 因為現在等待它起來 而且也起來了電力指數 紅色電力指數起來了 然後藍色的電子產品出口訂單採起來 隨著半導體綠色的採起來 關鍵在此刻 電力開始往上的紅色 藍色有點點起來了 等待綠色這一條往上爬 所以咯 院長問您 半導體就像您剛說的 是我們出口最最重要的產業 半導體如果綠色這一條要起來 是不是會落在明年第一季 或明年的上半年 叫Question 1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剛剛有看到這張的圖表 請問喔 現在的電力已經慢慢的在做增加 假設未來某個時間點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明年 它如果電力一直在做增加 然後呢 Quality總量也增加的話 那麼來到這個效線 就意味著半導體產業如何呢 兩個問題請教您 我跟那個瑞蘭講一下 在明年的第一季啊 我看不會落到3月 搞不好呢 過了年以後的話 1、2月就會上來 就持品了 然後綠燈了 因為現在是海防藍燈 如果這個有關的 整體的半導體來看的話呢 它用電的成長已經往右走了 它如果這個出口電 再往上的話呢 絕對落在第一項目 所以不管是量 或價的價值來看的話呢 整體的創造的這個GDP 絕對是量力的 所以對整個製造 對整個全國的經濟來講的話呢 都是往上在走的 所以未來一年的經濟表現 絕對比近年來的好 所以從電力景氣指數來看 全世界的科技產品 需求慢慢的有在做加溫 庫存去化到已經來到了差不多的健康水位 這樣說對嗎 對 感謝院長 謝謝您 好 聖財 謝謝您 請回座 電子產業很多人關心 我們台股當中 電子類股佔比也是高達了七成以上 台灣的出口 如果不靠半導體 不靠電子資通訊 我們的GDP是起不來的 所以呢 半導體電力景氣指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先說左邊這個圖 感謝院長剛也說了 電力景氣指數慢慢的 從半導體製造業 它的用電量再做增加 哪怕出口電單 還沒有明顯上升喔 所以在這邊 左下方這個框框 見到一點點曙光 是電力景氣指數在翻揚 如果來到這個向線 那就代表我們的半導體製造業 好得不得了 但不是此刻明年後年 而後我們再等看看 說到了電力景氣指數 反映到了電子業出口訂單 它竟然比領先指標出口訂單 更領先 不論是從底部谷底翻揚向上 或者從頂部有點轉彎向下 都相同的 電力製造業半導體電力景氣指數 領先了電子產品出口訂單 也領先了半導體製造業的生產指數喔 因為圖會說話 所以現在此刻 半導體製造業電力指數已經往上了 等待藍色的電子產品出口訂單 往上揚 半導體的也隔著往上揚 剛剛忘了院長 他說很有可能 會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喔 不用到三月份 也許一二月份 就見到了我們半導體的燈號 轉成了綠燈了 咱才開心 所以剛剛忘了院長 全球的經濟復甦力道 雖然很弱 但是科技產品的地面需求 慢慢的再做提升 以上的結論 院長正確嗎 正確 謝謝 好 非常感謝您了 今天呢 感謝院長 禮拜天帶您關心 詐騙 現在詐騙升級的速度 比您想像當中還要來得快 包括了AI語音啦 AI換臉啦 AI變聲等等 詐騙手法非常的猖獗 想問如何識破呢 禮拜天特別為您邀請到 刑事局的科長 教您如何識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